今天的教育都是在 就扼杀你的天性 就是你喜欢什么 然后他要他要拨过来 你看这个很要紧 你如果不好好弄你将来怎么办 怎么办 他他另一方面又很功利了 他太小就让你知道你这么混不行的 如果听过最高旦的一句话 就是说农村的中学 你不好好考 你永远就是农村户口 农村户口变成原罪 那这反而变成教育 这才是教育 这是今天的教育 这个教育非常奏效 我相信一个是毒害政策以后就是宠 宠了以后 其实小孩一个是教生惯养 还有一个他不知所从 然后接着就是考 一路考到大就考傻掉了 四个题哪一个是对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当他把他扔到生活里面 扔到活人面前 他经常不知道怎么反应 还有一个就是权力结构 他太早明白就是 谁是不能得罪的 谁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他在人群里面 他只有一个机能 他辨别谁是对他有用的 当这个情况不明显的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对他来说是权力结构的 他就会忽略的 他就会忽略的